这种桃叫做冬桃 皮薄毛少 口感脆甜 这是刚刚新生五天的小牛犊 这是三十米宽 一百米长的巨型发酵池 三千二百吨的街杆 在我脚底下正在发酵的 今天 我们带您走进河北省衡水市复城县 看看这里生机勃勃的乡村经济 探寻张家乔村的生财之道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是富裕 现在我在的地方是河北省衡水市复城县的崔家庙镇 大家看我的身后 华北平原已经进入了高粱和玉米收获的尾声了 但是在这里呢 有一个村它才刚刚开始忙碌 它收获的东西是桃 这个季节的桃味道怎么样 它又给当地带来了怎样的变化呢 记者准备前往当地的桃园一探究竟 但刚走到村口就被热情的村民领进了一个农家院 村民们告诉记者 想要了解张家乔村的桃 一定要先尝尝当地的特色菜 特色农家菜和桃有什么关系呢 村民拿出了新鲜的牛肉 选择一块前腿肉切成掌心大小的牛肉片 加上姜丝 洋葱和花椒水腌制片刻 再放到桃木炭火的壁子上 直接烤起来 等到牛肉稍微变色 翻过来再烤上一分钟 最后撒上简单的调味料 鲜嫩的烤牛肉就完成了 直接来一口 哇 太香了 棒 此时 农家院里已经满是烤牛肉的香气 村民们为什么要介绍这些美食给记者呢 走出农家院 记者发现 农家院周围全都是桃林 碧绿的桃园里 完全一派生机勃勃的丰收景象 让人不禁感慨 这竟然是深秋的华北平原 大姐 您好 您好 正在摘桃啊 我看您摘了多少了 慢点 慢点 给大家看看 哇 慢慢一框 真漂亮啊 这个桃 咱们这怎么这个季节摘桃呢 收满了高粱 玉米 这个季节才能去收了 哇 一上来又有种 净水楼台先得月的感觉了 哇 这个摘桃是直接 拔下来就行了吗 拧一下 拧一下 拧它就下来了 拧一下 哇 一拧就下来了 好粉嫩 好漂亮 真的它一拧它那个杆 就直接啪一下断了 现在一天 比如说您一个人能摘多少 摘多少桶 还不摘百十桶呢 百十桶啊 这一桶 这一桶得多少斤啊 一桶 三五十斤 是吧 那咱这园子的产量可以啊 我这放眼看去已经十几个大姐在这一直在忙活 两万多块钱 两万多块钱 那您感觉怎么样 挺好的 深秋十节才成熟的桃 有什么独特之处呢 长大姐为记者找来了一位能解答这个问题的人 这位啊 可是我们这个园区必不可少的 我听说大叔掌管整个园区的所有技术 我可得问清楚一下 咱们这个桃叫什么品种 咱们这个桃是冬桃 冬桃 冬桃 那咱们这个冬桃是开花开得晚吗 这个季节才收 开花开得也不晚 那它是结果结得晚吗 结果才是一样 现在花它就开始把一只倒 这个冬季到这个时间 咱这个品种 它的特性都是 福田 熟面一个多月 那它的生长周期可长啊 它得长多长时间才能摘 四个多月吧 四个多月 哇 您有没有听说过 这个桃要长四个多月才能摘的 原来这种桃叫做冬桃 虽然开花结果的时间和普通茅桃差不多 但是在最热的夏季 它会选择休眠 直到天气转凉 它才开始慢慢成熟 冬桃 皮儿薄 毛少 口感脆甜 是市场上很受欢迎的品种 我说这个桃的桃毛也很短啊 它这个桃到熟的季节以后 这个毛已经穿妥落了 一扑了就穿掉下来 一拍它噗愣噗愣的全掉了 穿掉下来都 这桃特别脆是吧 一般大家吃桃都是在6月7月 6月7月 我们这个桃是最晚的了 这个桃真是又脆又甜 而且没有想到能在这个季节还能吃到这么新鲜这么脆爽的桃 果眼的这个技术 袖剪 套袋 这个锄锅 各方面的技术我都管 果眼人也在果眼工作 手是挺客观的 一年一人能挣几万子 现在条件好了 挣的也多 讲的条件好了 挺富裕的 生活无有 我们在桃园里采访时遇到了一位正在直播的带货主播 来看一看我们这个家乡特产 你是本地人吗 我是本地人 我是衡水士富城县人 但是张家桥 我是从去年通过桃才知道张家桥 当时我弟弟拿家桃子来 我也说是不是冷库里放的 都天凉了 人们都要穿棉袄了 还有桃子 我弟说真是从市场摘的 我说你带我去看看 我希望通过我直播带这个桃子 让大家知道 衡水地区还有个富城县 富城县还有个张家桥 在桃园的仓库旁 也有不少客商正在忙碌着 天津 拼多多 天津过来的 还是电商 对 一开始看上了这个桃什么地方了 季节好啊 这个季节没有桃了 现在在你们平台上卖的好吗 行 挺好的 然后我这儿有这个销量 我可以看一下 可以直接的看到销量啊 昨天一天将近七千多 快八千单了 对 这个销量您觉得怎么样 还可以 现在客户也需要啊 现在他们在别的地方买不到桃 你们在这个电商上 会为这个桃写出什么样的广告词 来吸引客户 当然就是果园之彩了 新鲜 口感甜 品质好 可能大家觉得这几个词听起来稀松平常啊 但是在这个季节 对 还能有新鲜 果园之彩 对对对 这就是你们最大的卖点 对对对 张家桥村能把这个东桃上种起来 把这个产业做起来 少不了一个带头人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哈 这位就是张家桥村的村党主副书记 张书记您好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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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这个地方为什么会想到去种这个冬桃呢 因为这个冬桃啊 它松软气场晚熟错季销售 那这个错峰销售能给咱们的这个经济效益带来多大的变化呢 效益啊 能翻倍 能翻倍啊 对对对 这么惊人呢 对对对 那比如说一亩这个桃园的话 咱们这个比普通桃园能增收多少 每亩地能增收一万多块钱 一亩地就能增收一万 对对对 那咱们现在总能种了多少亩了 我们种植是一千多亩地 张书记是张家桥村的种桃带头人 说起桃园的特点和优势 简直是如数家珍 我们采用的是密质主干型 适于机械化作业 大型的设备可以开进来 对对对 您两位是从哪过来的 富人县 就是县城里的 那是以前就尝过咱们这边的东桃吗 尝过味道还挺好的 好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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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放低一点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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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今天这个采摘 大家感觉怎么样 还不错 还不错 是不是 是不是感觉真的是特别的轻松 这个采摘 对对对 硕过满满 你看我们这样这么大一筐 今年的收成大方收 大方收 对对对 我们预计能采五百多万斤 现在我们准备冷库 这个仓库 我们现在都用不上 客商来的特别多 不用囤货 直接就是来了就拉走 对 摘了就卖了 对对对 我们的农民收入也增加了 我们村集体的收入也增加了 成为我们乡镇 成为我们县一个资助产业 咱们桃园里还有一个特殊的地方是吗 是的 我给你介绍那块地儿 种了三四个月的桃树 就把那桃树拔了 你们桃园效益这么好 为什么种了又拔了呢 种出高品质的桃子 这个肥料很重要 所以我们把那块地养油了 这里是牛德草家庭农场 占地四十亩 位置就在连片的桃园旁边 我们这个专门供桃园的肥料的牛场 这就是那个专供桃园肥料的农场 对 这个牛场我听说是以前也种过桃树是不是 对以前种过桃树 然后都给拔了 专门来养牛了 咱们养一养牛 对 我看咱们这个牛这叫什么品种啊 我们这牛叫西门塔尔 西门塔尔 对 西门塔尔牛 咱们现在总共养了多少呢 咱们现在养了有三百多头 这个牛真的长得挺好看的 咖啡色 白色相间的 而且这个牛的体型挺大 这牛得多少斤了一头 你看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牛 看最大的 一带就带着看 最大的 我们这个最大的一吨多产 两千多斤 两千多斤 哇 看这个 这也是一个皇上 在里面当中牛 你们给它起了一个外号叫皇上 对 我看它这个鼻子这儿额头 这还专门做了一个标识 做了一个标识 它就是 西式 这头是你们的总公牛 总公牛 两千多斤的总公牛啊 那基本上你们其他的成年的牛的话 体重大概在多少 一千五六百斤 我给你打开一个 你看啊 打起来一个 这个母牛 这个一千七百斤 这个牛 这个就是正常的你们的 对 成年牛的体型 对 成年牛体型 哇 这个 这个一千七百斤 跟这个真的差不少啊 差不少 这个两千多斤 那像这样的种牛的话 那就是非常宝贵的 在咱们牛场 对 非常宝贵的 它可以说是咱们这个 致富的法宝 法宝 对 这是一个以出售小牛 为主业的农场 农场的主人是张文仲 和许鹏薇两口子 一进农场 许大姐就说 一定要带记者 去看看她的宝贝 进产房 看看我们新生的小牛 哦 这是咱们牛的产房啊 对 牛的产房 因为气温比较低 所以里边可以取暖 我现在已经看到你们 有两头小牛 对 这才出生几天 五六天 才五六天啊 对 那您是要进去喂它是不是 是 我现在进去喂它 我能跟您进去吗 没事 可以的 没问题 没问题 进去喂一下小牛 是两头都要喂吗 就喂一头 喂一头穿衣服的那个 那头不用喂 那头奶水足 他现在有吃奶杯 哎呀 也就四五十斤 也就四五十斤 四五十斤对小牛来说 就是比较小的 对小 正常的应该是 七八十斤 百十斤 你们专门给他准备了一些衣服 他生下来的时候比较小 又怕它冷 因为那几天天气比较冷 也没敢给脱 怕感冒了 始终一直窜着 这个保护得很小心啊 他现在想喝吗 饿了吧 来吃饭呗 吃奶奶 那像他现在这么大的话 你一天要喂他多少奶呢 一天喂六斤吧 一天就要喂六斤奶呢 他因为大牛奶水不够 你不给他补充 他吃不饱也不长 他一天能长多少啊 一天 就是加壁炒料呢 牛一般长三斤吧 一天长三斤啊 因为咱在后边的大牛都是这样 一天长三四斤 我是早前中午晚上 睡觉之前 我必须进来看他们一回 我感觉看他们还比较亲 又不进来 他感觉不行呢 看不见还不行呢 脱衣服 给你脱衣服 慢点慢点 好看吗 好看啊 真的 他和这东西白的很少 白雪公主 她是个小母牛吧 四小母牛 妈妈过来 妈妈过来了 因为这衣服死终穿着 没敢脱 我没事不脱 不穿也没事了 好几天了 你找我来了 你找我 行行行 没事 来吧 玩吧 照顾代缠的母牛和新生的牛犊 就是许大姐生活的日常 在每天忙碌的劳作中 她也感受到了不少乐趣 现在就站着这两个就是 这两个就是这两头 对 这两头是双胞胎 因为那些我死自己在家 我一看剩下了一个了 身上那些胎衣什么的 给它剥了干净 把它整一边去 整个大一个没整完 这一个又出来了 这一个大牛又爬起 又出来一个 磕磕磕给高兴坏了 哈哈哈哈哈哈 底下来了俩 是 到了下午四点多 牛群突然开始躁动了起来 这时 牛场里也响起了机器的声音 原来到了每天开餐的时刻了 一车车的草料和玉米黄豆混合 再经过搅拌 就成为了牛群美味的饲料 可别小看这些饲料 这里面可是藏着牛场致富的秘诀 我们自己收的结果 大概喝六分钱一斤 如果有买人家的 大概是喝一瓦三到一瓦五 一天大家要吃四十五斤到五十斤 一天就能生一千五五块钱 大概三个多月四个月 能生两千块钱 那相当于咱们就多赚了两千多 对 牛场的草料 就有来自本地出产的街杆 这些街杆不仅营养丰富 而且大大降低了牛场的饲养成本 给牛场省钱的街杆在哪呢 大家看一下我身后这小山一样的街杆啊 来小刘跟我们说说 现在这堆放了多少重量的街杆 我们今天场地收获到现在的 是有三十多吨 每天收割的就能达到四百多吨 每年的话我们村属量能达到两万多吨 发酵处理之后 牛羊的饲口性更好 爱吃 牛羊更爱吃比普通的这个干草的话 牛羊采适应要更好 那你们怎么让它发酵呢 存酵 酵藏 这个上面是什么 这又是我们的这个发酵池 慢一点 这个是个发酵池啊 是的 那我脚底下全都是街杆 全都是街杆 我现在踩在街杆上面了 软绵绵的 是的 那我看你这个有多大呢 这个发酵池 我们这个发酵池的宽度有三十米 长度是一百米 这个发酵池存储的是三千二百吨 三千二百吨的街杆 在我脚底下正在发酵呢 是的 那你这个要存放多长时间呢 四十天之后就可以开酵了 你看这个词用的 四十天以后开酵 对 我们开了酵之后 直接打包 然后回机之后 就是直接可以喂养了 从这个发酵池的规模 就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收这个街杆的规模有多大 你看这个位置就能看得见 下面的这个情况 是的 那它在这里面发酵那么长时间 这个温度会有变化吧 下面 是的 到三四天的时候 这个温度 最高的温度能达到八十多度 九十度 是的 那就是滚烫滚烫的呀 是的 不能随便去打开它的对吧 是的 因为这个你破坏了 它发酵的这个过程的话 它就会没变了 没变了就坏了 就变质了 变质了 对 就不能卖了 不能卖了 就不能赚钱了 我们赶快把它盖上吧 保护好它 这可都是赚钱的宝贝 总年收入能达到净利润的话 三百万 大概每年的收入有 大几十万吧 很满意的 听完小刘的介绍 张家乔村的农业版图 清晰地展现在了记者眼前 丰收的桃源 兴旺的牛舍 繁忙的街杆处理厂 共同打造了 衡水市 富城县 张家乔村 这个活力十足的农业生态 张家乔的村民 还就此开发了一道 秋冬印记的美食 冬桃炖牛肉 在燃烧着桃木的灶台上 架起大锅 先把新鲜的牛肉 切成大块 加入葱 姜 香叶等 一起炖煮 煮熟以后 切成适合入口的小块 再和刚刚摘下来的冬桃 一起下锅 多汁的牛肉 加上鲜甜的冬桃 多么美妙的一道创意农家菜 味道怎么样 觉得 香 好吃 太美味了 在生生不息的循环之中 村民富了 生活美了 乡村振兴 生机勃勃 我们村家庙镇呢 具有二十多年的冬桃种植历史 2017年 镇党委政府 经过充分的调研 决定在扎山桥村 建立冬桃种植产业园区 共发展了冬桃五千多亩 肉牛养殖三线头 年产值可达九千万元 下一步呢 我们继续做大做强 生态循环农业 带动休闲农业 观光农业和现代农业的发展 以扎山桥模板 带动更多的老百姓 走上致富道路 诸礼乡村振兴 感谢观看